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七个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聊聊生命科学 聊一聊关于我们人类衰老的一些奥秘 在两项新的研究中 来自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内的 哺乳动物甲金化联盟研究人员 他们介绍了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在内 历史上共有的DNA的一个变化 并且这些变化与寿命和其他许多性状是相关的 这两项研究着重 他关注了一种什么呢 称为包密钉甲金化的DNA甲金化 其中一项是发表在2023年8月11日的顶级期刊 Sense,这是个顶级的期刊 第二项研究于2023年8月10日 在线发表在Nature Aging上 可以说这两个顶级的期刊 那么分析了我们整体人类衰老的一些奥秘 好,我们继续往下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Stayvall Howard博士 我们他们发现 哺乳动物寿命与DNA分子化学修饰是相关联的 这种化学修饰 叫什么呢 叫表观遗传学 在我们医学领域 更准确的说是甲基化 从本质上讲 寿命较长的哺乳动物的DNA甲基化 景观更加的明显宏伟壮观 而寿命较短的哺乳动物 它的DNA甲基化模式比较柔和平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DNA甲基化是细胞控制基因表达 就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让基因表达开启或关闭基因的一种机制 所以说这种DNA甲基化我们可以把它比成一把钥匙 只不过这把钥匙呢 它是开启生命 它是开启生命的一把神奇的密钥 好 我们继续玩一看 在两项新的研究中 这些作者重点研究了不同物种DNA序列 大致相同的位置上的一个DNA甲基化水平 为了研究DNA甲基化的影响 那么作者分析了来自348个 哺乳动物在内的 15000多个动物组织样本的甲基化数据 研究发现 甲基化谱的变化呢 与进化过程中 遗传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这表明 这个我们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的进化相互交织 影响着不同哺乳动物的物种的生物 这个性状和特征 那么我们看第一项研究主要发现了什么 第一个发现了DNA甲基化 与哺乳动物物种最长寿命有很大的相关性 甲基化 寿命长的哺乳动物的物种有明显的波峰和波谷 这是因为较长的妊娠期和发育期形成的 那么寿命比较短的 它就没有一个高峰和低谷 所以它的甲基化水平很平坦 那么第二个甲基化水平与最长寿命相关的包密定 不同于随实际年龄变化而变化的包密定 这表明哺乳动物平均寿命相关的分子途径 是包密定甲基化 这个相关的分子途径 进化不仅作用于基因的水平 而且也作用于表观遗传学的水平 好我们来看第二项研究 第二项研究呢 它是通用了泛哺乳动物的一个时钟 通用的泛哺乳动物时钟 可以预测人类和小鼠的死亡风险 那么它确定了细胞的遗传物质中 甲基化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或者减少的一个特定区域 它是一个非常准确的 预测生命的一个生物时钟 那么第二个 它特定的 它的一个特定发育途径 和时间衰老效应和组织退化 联系了起来 好神奇 它驳斥了衰老 完全是由随时间累积 随着随机细胞损伤而驱动的 它驳斥了这一点 表明衰老过程 在进化过程中是相对保守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一致性 并且 与所有哺乳动物特定发育 是密切相关的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奥秘 随着我们时间的一个推势 所有的人都会慢慢的老去 关键是我们要健康优雅的老系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七位是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